首先将生菜洗干净 接着将生菜沥干 然后将生菜切小片状 再来准备一个大碗 将切好的生菜放入碗中 然后打入两颗鸡蛋 再加入半茶匙的鸡精粉 还有撒上适量的胡椒粉 还有加入适量的葱花 然后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生菜都沾上蛋液 接着平底锅刷上适量的油 然后将生菜平铺放入锅里 接着开小火 然后盖上锅盖煎8分钟 8分钟后打开锅盖 然后用铲子稍微把边边用起来 再摇晃锅子以确保没有粘锅 然后再翻面煎2-3分钟 3分钟后就可以起锅享用了 放上辣椒酱更好吃哟 你看ri臭 holiday 有骂 解锅 被整理工 冷铺 小火 全姐 便宜 不顺 有骂